蠟魚 這條就是蠟魚 大家好, 歡迎回到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天氣開始轉糧, 又是釣魚的季節 在網上看到很多師兄都釣到蠟魚 今天就讓阿火出去看看有沒有 我們這次主要是玩佛仔 看看今天可否釣一隻跟頭黑沙花去吃 玩佛釣, 當然要拆粉 市面上有很多有利粉 拆球就要選黏性比較重 釣烏頭就要擴散性比較好 釣心腸就要選一些自重的粉 大家可以帶好麵粉去, 不夠黏就加些麵粉 如果覺得麵粉不夠重, 就加些沙子 有沙子有麵粉, 喜歡怎樣混合都可以 有沒有魚都好, 第一時間就開爐機 不然中到大東西, 真是頭痕 佛杆有便宜有貴 初學者可以便宜地買一支8-200元的玩客 新手來說, 阿火建議用泰廳頭芯 真是怎樣玩都不會斷 阿火這支泰廳頭芯在淘寶買 在船上釣來釣去都未斷過 一般佛釣都是用橫腳仔 出師會比房車更順 佛仔的釣組非常簡單 一粒圓加勾就可以了 如果想像阿火一樣, 隨時可以換重量 就可以用卡拉棒 釣蠟魚的勾就不會太細 阿火一般用4號可以用勾 勾太細, 種大東西隨時會脫 打魚就見到很多黑衫 釣就不知道釣不釣到它 佛釣上里就比較麻煩 我們要在魚勾中勾蝦 用油理粉包著它, 然後插一個球 這個動作遲不像我們在家裡插湯圓 如果魚仔多的時候, 拆緊一點 讓它沒那麼容易散 如果魚仔少, 拆鬆一點 讓油理擴散到附近, 引大魚過來 拆完之後, 放在海裡等溫度 有朋友可能會說阿火 又要買粉, 又要買你釣魚 不如下海打它吧 打魚一定有, 釣魚常常都貴 不過阿火覺得釣魚是不同的 話這麼快就中了, 不知道什麼呢 嘩, 有泥蝦 跟一群朋友在船上吹一下水 都蠻好玩的 死火了 整個底都是泥蝦 這次麻煩了 希望釣多幾個坡下去 可以引大魚過來, 趕走泥蝦 泥蝦, 如果有3-4枝大, 都蠻好吃的 這些這麼小的, 放過你 那坡一落到底, 不停有魚章 如果上次打那些星老 如果吃鐵板中了, 就好玩 十斤、八斤一條 如果釣鐵板中了, 我想你都蠻好扯 釣魚真的很耐性 沒有魚又死, 魚多又死 糟糕了, 泥蝦閘地球 希望阿火的耐性, 能搜到蠟蝦開口 你們不要逼阿火滿身內打你 咦, 中了 這條魚會吃起來大力一點 看樣子不像泥蝦 不過這麼聽話收上來, 好打有限 鮮魚魚 鮮魚魚 我猜 哇, 鱸魚啊 這條就是鱸魚 這條鱸魚 這條鱸魚, 洗得可憐 搞定 這樣的尺寸, 要多大10盤才行 朋友說, 水中有魚打撿 不知道是什麼來呢 我也是 原來有青雞, 尺寸也不錯 大師, 這條鱸魚怎麼煮呢 這條鱸魚 有青雞釣, 阿火也快轉陣 這些青雞, 有時來一群很快就走 看到他快點釣回來打底 好可怕 嘩 嘩 嘩 追到上來都很大條 對 看到青雞釣魚, 追到水面 但就不吃阿火葱 可能阿火的深度不適合 讓我試試釣深一點, 看看有沒有 你用的微鐵板可能很好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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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尺寸的青雞釣魚不錯 在街市買都要四五元兩 這個時勢買什麼都貴 水佬最喜歡用冬菜油鹽水 嘩 讓我拉乾 你看到嗎 一丟下去又中, 挺好玩 嘩 三乾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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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中 又中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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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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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在釣青雞, 沒人釣蠟 這群人真是沒耐性 很容易釣, 很容易有餐餐 喜歡吃魚的朋友就趕快學釣魚 這樣就不用管街市的魚買多少錢 大條的青雞都頂手, 用佛仔種手感一流 自己捉到的魚, 無論如何都比街市買的 很快釣了這麼多, 全船人都夠吃 雖然今天沒有蠟釣, 幸好有青雞掛手人 青雞沒有骨, 而且很有魚味 喜歡吃清清的朋友, 就這樣放冬菜去蒸 就已經很好吃了 不過阿火喜歡吃香口的食物 今天就和大家做一個黑椒青雞 先把燈籠椒切成圈 紅辣椒切成粒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多加幾隻 我們準備一個蒜頭切成蒜蓉 和阿火一樣喜歡馬來亞風味的朋友 可以準備兩片檸檬葉, 把中間條狂撕掉 然後把葉切絲 青雞和牛港一樣, 兩邊會有塊硬骨 煎之前要用刀削掉不要 條魚比較滑, 大家切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如果不習慣用刀的朋友 可以煮好才挑出骨 自己吃, 又不是拿出街賣 喜歡怎樣煮都可以 不過這東西很硬, 大家不要拿來吃 青雞身上有些細鱗 煎香去可以就這樣吃 所以打不打鱗都沒所謂 煎之前, 用廚房汁吸菌表面的水分 然後上少許生粉 放進去 如果怕彈油的朋友, 可以用筷子刀開眼 如果覺得這個動作很噁心 就讓它彈油 我們準備3湯匙黑椒 用石扣硬碎 現汁的部分 我們準備1湯匙蠔油 1湯匙生抽 50毫升生粉水 然後攪拌均勻 先把燈籠椒落鑊炒香 然後加入適量的食鹽調味 炒好燈籠椒後, 就可以煎魚 把青雞放落鑊煎香 煎至兩邊金黃色就可以起鑊備用 一邊煎到青雞, 黃油會泥出來 魚一定很好吃 會吃魚的朋友, 一定比大魚好吃 煎好魚之後 我們到最後一步了 把30毫克的牛油落鑊 慢慢煮溶 然後把黑椒和蒜蓉落鑊炒香 然後加入紅辣椒和檸檬葉 這個時間黑椒還未出現 大家記得要先開抽氣 炒香後, 就可以放魚 魚很容易散, 大家細細拌勻 拌勻後, 就可以放燈籠椒 最後可以慢慢倒些蜆汁 大家千萬不要一次過倒些蜆汁 要一邊加一邊慢慢拌勻 要盡量炒得乾 炒至差不多, 加一茶匙糖和和味 讓蜆汁和黑椒黏在魚上 就可以起鑊 這麼快, 黑椒青雞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可以吃 拿汽水, 很辣 一邊咳 這麼誇張 對 咳死河 一條 一條 好厚 好厚 一一條 好厚 好厚 其實, 比以充足, 沒那麼辣 對 裡面的肉也沒那麼辣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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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這些黃椒很甜 媽媽, 你試試 黃椒很甜 你吃得很餓 你不吃嗎? 黃椒 其實, 它不骨 有骨 它不多骨 這些青雞 青雞 黃魚有很多骨 青雞, 沒骨 很美味 真的 好吃 我喜歡這些甜 對 中間, 一條大骨 真香 你這道椒好吃嗎? 好吃嗎? 好甜 配合魚一起吃 味道更好 每條黏在汁上就好吃 對 也不會那麼乾 有一點黑椒 帶來味道 好吃 送啤酒 好味道 好吃 有點醬汁 醬汁不可以太濕 一邊炒一邊放 不然魚就散了 我釣了空道 一邊走一邊走一邊 不夠吃 很棒 這隻魚最大的 可以更大 可以更大 是嗎 一條很大 簡略要西條放 簡略要西條放 是 是 可以更大